中国有本奇书《山海经》 谁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都是一个谜 里头记载了各种奇妙的景象 还有超乎我们想象的怪奇生物 当然很多人都觉得 《山海经》写的全都是假的 就是本久远的神话故事罢了 真的是这样吗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山海经》里面那些奇珍异寿 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还有些学者认为 这本书的内容 就是外星人造访过地球的证据 老祖宗可能早就见过外星人了 真相是什么呢 带您来一看就记 神山里突然出现独眼巨人 吓得一伙人惊慌失措 甚至有人的头直接被咬了下来 吐出的血还是绿色的 电影里对独眼巨人的演绎 通常是血腥无情没有智慧 宛如怪物一般 这样可怕的独眼兽 在东西方世界里剧情都很雷同 不是被攻击 就是恶狠狠地被吃掉 在希腊神话中 这样的独眼巨人居住在西西里岛 独眼长在额头上 他们的个性强壮固执 很会制造各种工具和武器 不过更早对独眼人的描述 则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奇书《山海经》 《山海经》海外被经记载 一目国在其东 一目中其面而居 意思是一目国的人 一只眼睛长在脸面正中 那么人类历史中 真的出现过一目人吗 《山海经》成熟年代大约在四千年前 其中记录许多民间妖怪 诡异怪兽以及光怪陆里的传说 由于年代久远 所记事物难以求证 过去被认为内容荒诞不可亲信 但直到现在 有些学者认为 《山海经》不单纯只是神话 而是远古地理的探勘记录 既然如此 这一目国有可能真实存在吗 就在1976年夏天 一位考古学家探听到陕西省神木县 有一个石卯村 小村子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民众经常捡到大小不一的玉器 当时因为村民太穷了 干脆都卖到回收站 我就到了这个石卯 到石卯区里 我就跟那子录夫妻联系 在这个联系的那个路上 我就发现了很多遗迹 像没有墓葬 有回坑 有房子 还有这个窑子 这些都是非常 艰辛的这个 考古遗迹 考古学家研判时髦当地 应该有一处大型的古代遗址 于是一次收集了100多件玉器 准备带回考场 其中这个玉人头 最让考古学家困惑 只有手心大小 清楚雕刻出耳朵 鼻子嘴巴 但眼睛轮廓却异常的大 宛如外星人一般 这玉器形体难道 就是传说中的一幕国人吗 经过考古挖掘 时髦遗迹大约落在 史前新石器时代 奇怪的是出土玉器 做工不但非常精细 甚至能做得跟纸一样薄 一幕国难道 也有可能是高等文明吗 而像玉铲这样薄的玉器 竟然夹在厚重的石墙中间 只有在时髦遗址中出现 因为它的玉器非常薄 时髦玉器特色 有的玉器薄只有一两毫米 拿起来它都透光 有的玉器如果你拿起来 我想你手这样一甩的话 它可能会甩断了 这样的高超工艺 现代角度来看 仍有很大的难度 加上没有机械帮助 时髦人到底如何加工玉器 到现在仍是一团迷 更玄奇的是 在新疆与蒙古交界处的边境 清河县 考古学家发现这里有好几个 宛如金字塔形状的石堆 传出就跟一幕国有关 这些金字塔的石材原料 从何而来 这里有不少于15万方的石材 如果从阿尔泰山中搬运这些石材 恐怕一千个人 7乘24小时的工作 也需要十年才能搬完 再加上后勤彩石 这个工程起码是动员10万人的超级工程 巨石堆遗址大的有三座 中型四座 小型上百座 当地游牧民族把这里称作独牧人山谷 还拔2700米 也叫三道孩子 经过考察 巨石堆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 如此广阔的边疆草原 当年会是谁的领土呢 在当地人自古流传的故事当中 一目国人相传就是这里的草原霸主 他们在草原上一共称霸了两三千年 直到有一天 他们突然消失了 从草原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 他们的天神 武士 居民 都只有一只眼 这只眼长在额头的正中间 他们叫做一目人 让人想不透的是巨石堆不是墓穴 因为石堆底下没有墓室或棺材 甚至还发现周围有很多高耸石柱 高度接近三公尺 上面刻着奇怪图案 有鹿 有人脸 学者研判巨石堆有可能是古人的祭祀台 但实在无法找到更多有利的证据 神奇的功臣就在眼前 那么荧幕国 荧幕人究竟是传说还是现实 难道荧幕人其实和我们不是同一种人 他们背后有天外来客 他们是在天外来客的指导下 建成了这个奇迹功臣吗 无论东西方的文学记载 都有提到独木人 是巧合吗 还是背后有更多秘密呢 这个民族是否存在仍然成迷 而在《山海经》当中 还提到一个硝阳国 他们的长相更是奇特 硝阳 其为人 人面长唇 黑身有毛 繁肿 见人笑 异笑 这句话被认为是中国有关野人最早的记载 意思是说 几千年前有一个硝阳国那里的居民 浑身长毛 脚是倒着长的 脚后跟朝前 还会发出人类的笑声 全身长毛的硝阳人是人还是怪物 众说纷纭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大陆佳山寨 却传出有村民看过硝阳人 当地其老都把他们称为妖人 他的脚就是这种道路嘛 他的脚在 你脚在哪个脚在哪方 跑我们踩的 这个早就说 我们 你跑 结果我们是他走的前楼 这个是他的后楼 就是这种牵手 是个人的 他的脚是牵手是道后 各种特征和山海经记载的实在太雷同 谣人真的就是硝阳人吗 其中有一个老太太周罗氏 在当地土生土长已经是一位百岁人锐 她回忆小时候 五六岁时真的亲眼见过谣人 那天她跟邻居一起上山才松荣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家山山顶 突然间丛林一阵骚动 几个小姑娘就听到林子里边 传来了一阵响动 接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大怪物 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姑娘们当时吓得那时连动都不敢动了 以为要被怪物吃了 没想到 怪物明明看见了他们 却没冲上来 浑身长毛的大怪物之后叫了几声就跑走了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当地好几个长辈说 他们童年时都有类似的遭遇 也就是在我童年的时代 经常就有老猎人 老的挖药的 就对我们小孩说 他说家山的后边 走路的时候要注意 为什么要注意呢 他说怕碰见野人 分身长毛的 他见着人们以后 就抓住一个手 他就笑 一直笑到自己晕倒 晕倒之后他不放不松手的 不松手 然后太阳下山以后 他就把你吃了 吃人谣言到底怎么来的 或许经过好几世 在故事被家有添醋过 当地人有没有可能只是看错了 把大猩猩误以为是人呢 这也引起了考古学家好奇 他们上山考察后 竟然挖到了一批古物 上个世纪90年代 有考古人员在家山上 搜集到了一批文物 就是这些东西 有做工粗糙的罐子 还有更加原始的石球 石锤 石斧 一开始呢 人们以为这些东西 至少也有个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历史了 因为看着像是原始人类 制作的工具吧 经过检测 这些古物的生产年代 只有几百年最多不超过一千年 那时候的人类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 怎么还会有宛如石器时代的工具呢 这让学者不得不怀疑 真的有逍遥人存在的可能 有些那个动物它本身没留下化石 但是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它生活过的痕迹 那个这样我们也是 但是也是一种属于化石 属于一季化石 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古生物上的研究 说过去存在某个物种 是一定我们一定是发现了某种痕迹 其实《山海经》当中 既在神兽怪物多达四百多种 这些离奇内容在现代 有部分的确找到了类似的动植物 但其他的该如何解释呢 有天文明认为跟外星人有关 怪物可能是当年外星人做基因实验产生的失败品 另外《山海经》里的古老神话跨腹锥日 也谣传跨腹锥的可能不是太阳 而是不明飞行物 难道古时候就有撞见飞碟的经验吗 种种奇特解读 让《山海经》更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山海经》更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山海经》更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